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董事長你好 我想剛剛瓜路委員事實上在講的就是 這陳雄文之前講的啦 反對恢復七天假 未來倡議以利一休 未來再來推啦 你剛剛的說法就是 你們比陳雄文早推了啦 所以你們比他做得好 我歸納你的意見大概是這樣 以利一休加上砍七天假的這個政策方向 勞動部從什麼時候開始做研究的 從你上台以後還是陳雄文在的時候就做研究 在的時候嘛 是 所以我說你去延續陳雄文的政見是沒有錯啊 只不過你做得比他快一點嘛 做得比他完整啦 做得比他完整 沒關係啦 我們慢慢 慢慢再評估啊 因為我今天看到勞動部提出來 對於修法的意見 特別是37條的部分 修正第37條的部分 只有一段文字 我看了我真的是驚恐不已啊 影響到數百萬甚至上千萬勞工的政策 勞動部提出來的評估 立法的說明只有一段 笑死人了 你剛剛說齁 陳雄文的時期就已經有做過評估了嘛 評估報告可不可以在禮拜三以前送到本委員會來 可不可以 譬如之前的評估 剛剛你說的啊 說陳雄文開始就評估了啊 還是評估是在你們的腦袋裡面沒有寫下來 我請教一下我們業務司啊 沒有關係 你不要 你們回去 把你們的評估報告給交出來 今天 劉建國委員在問你們的時候 你已經承認了嘛 兩例跟一例一休 兩者之間你們沒有做完整的評估嘛 接下來會再努力嘛 沒有做完整的評估 沒有關係啦 我不要再跟你扯這些 你自己回去看錄影帶就好了啦 你們現在 我們現行的勞勞動基準法的規定 是不是每週四十個小時加一例例 對啦 每週公時四十個小時嘛 假日有十九天嘛 是 加起來年總公時一九二八 特別休假是這樣 違法制裁是這樣 你們今天送到本院的 行政院版本的條文啊 改成什麼樣 每週四十四還是四十個小時 沒有錯吧 只是你說一例一休嘛 看可不可以禮拜六的盡量不要在禮拜六上嘛 效果怎麼樣 未來可以檢驗 假日你要砍七天變十二天嘛 對吧 後面這個你們都沒有動嘛 效果是什麼 公時還沒有減 公時沒有減喔 以現在的法狀態跟你們現在提到 立法院裡面來的版本 第一個 每週的公時沒有減 第二個 假日是明確的減少 少了七天假 第三個 總公時增加 特別休假 跟以前一樣 如果以前是形同俱文啊 今天也就是形同俱文 特別休假沒辦法落實 制裁的部分 違法泛濫 繼續存在 你制裁也沒有增加喔 我現在單純的就你行政院的版本 歸納出來的結果是這樣 結果你不斷的跟大家講說 這是對勞工最有利的版本 部長 有利在哪裡 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說個道理出來吧 有利在哪裡 保委 我們休息日 休息日 這個會多了52天 然後休息日加班會提高 休息日多52天 等一下 現在每週公時是不是40小時 是 未來的每週公時是不是40個小時 只有七休一啊 你52天從哪裡生出來 就過去是七休一啊 現在如果七休二的話 就會多52天出來 然後84小時變成84小時 又多了13點 84小時那是去年修法的東西喔 現在我再跟你比的是 今天的法律狀態 跟你修法以後的法律狀態 你的意思就是說啦 用砍七天假 去換本來的一例 成為一例一休 這個是你們現在新的政府 跟今天的法律狀態相比 最大的差別 我這樣說應該沒錯吧 保委 觀念不一樣喔 我們國定假日減少 不是為了要去換什麼東西 沒有關係啦 國定假日減少 從兩個不同的角度 去看這兩件事情 一個是國定假日最大的問題 不在嫁 而是在說造成全國 生活作息習慣 沒有關係 可以 所以你支持國定假日統一嘛 對 你贊不贊成定國定假日法 贊不贊成 我們尊重內政部啊 如果內政部如果定的話 我們當然是熱關其成 尊重內政部 這個可能是要尊重立法院吧 當然啦 提案單位是 目的世界最好決定是 日本的國定假日 是行政機關決定 還是立法機關決定 我們這裡最後還是立法院啊 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嘛 日本的國定假日 是立法決定 還是行政機關決定 勞動部員財這麼多 不可能沒人知道吧 是不是立法機關決定 自己回去查一查 沒有關係 砍了七天假的以後 資方的代表講得很直白 630億 一天90億 來 我問一下 對勞工的好處是什麼 你剛剛又說了齁 他們多了52天的休息日 對吧齁 你這樣的講法 是不是可以經得起檢證 我現在沒有太多時間齁 在那邊跟你在那邊扯 層次不一樣的問題 我現在問得最直接的 資方審了630億 以今天的法律狀態 跟修法通過以後的法律狀態 就少了這七天假嘛 這個是 包圍你這樣子 工總書來講的 太單純化了630億 我早上特別報告說 現在情況是不一樣的 有35%的人是 原來還是週休一日 他是19天 沒有 這個話不是我說的嘛 好 今天如果不砍七日假 沒有關係 那我問 以勞動部的評估 對於資方所造成的成本總共多少錢 這話不是我講的啊 這個是工總講的啊 這工總講不對嘛 沒有關係齁 如果不砍七天假 對於資方所造成的成本增加多少錢 勞動部的評估是什麼 告訴大家一下 多少錢 不知道嘛 你們到今天來 到立法院來審這麼重要的勞動基準法 準備了這麼久 連這個基本的問題 到現在都還沒有辦法被處理 來用一粒一休換砍七天假 對製造業勞工的影響 對服務業勞工的影響 對低薪勞工的影響 對部分工時勞工的影響 部長 我在你們齁 我在你們的報告裡面 完全沒有看到任何的分析 我們從來沒有用一粒一休要去換砍七天假 這個前提 跟我們想法一樣 沒有嘛 好嘛 那我現在先問你嘛 現在的狀態是不是一粒 目前是 你希望把它改成一粒一休嘛 現在的狀態七天假沒有改嘛 對吧 那你要把它砍掉嘛 我 我到底哪裡講錯啊 我現狀 但是你要先了解一下 現在目前 整個雇用市場裡面 有看到你的情況是怎麼樣 對於你們 要砍七天假 你們說你們有跟勞工團體做談 北中南辦的三場 會議紀錄我全部敗讀了 請問哪一個勞工團體支持 抱歉 我們從來沒有這樣子的邏輯 怎麼會去要求他們支持這樣呢 不會 沒有關係嘛 沒有啦 好啦 你不贊成說 用一粒一休砍七天假這樣的表述嘛 是 前面這句話不要講 砍七天假最大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真的是造成全國的 這個我都了解嘛 所以我才問你贊不贊成定國定假日法 我也贊成全國的作息統一啊 如果內政問題是 不要毀搖焦點 現在我只問你一個啦 你要砍七天假達到全國假日一致 這樣的目標 這個我了解 我的問題很簡單 有哪些勞工團體支持 你們現在的政策方向 講出來給我聽啊 因為你跟這麼多勞工團體座談了啊 但是我拜讀了你們三場說明會的會議紀錄 我找不到任何一個勞工團體支持你們的政策啊 那你總要告訴大家吧 還是勞動部的立場是 你們所有座談過的勞工團體通通都不贊成 但是我還是要這樣子做 我們每一場都沒有去做特別的民調 但是事實上 我們砍七天假希望達成全國一致 但是我們有另外一個 一個說法是希望 如果假真的是需要檢討的話 我們從特休去檢討 所以這是兩個配套的 沒有關係啦 你說從特休去檢討嘛 行政院的版本 提出來特休增加幾天 行政院的版本有嗎 我們認為這個時候提議是 對立法院是不太頭當 你們沒有完整的配套 你現在認為是說 用特休 來幫你補勞工犧牲的假期 是立法委員提案的責任 不是你行政部門的責任就對了 不是責任 這是檢討但是已經在這裡審討 所以我就簡單的請教你嘛 你們行政院提出來版本 我只問一個簡單的客觀事實 有沒有特休價的增加 有還是沒有 我們目前因為我們的版本沒有這個 所以需要再 你們的版本沒有這個 沒有關係 這麼簡單的事實問題 你都可以浪費我這麼多的時間 我們接下來再往講 這是你們2014年的研究計畫 邱聚業老師做的 整本我都拜讀了 非常厚啦 你們一開始在做整個公時評估 大概就是從這個計畫衍生而來的 他講的是什麼 要真正走向縮短公時 不是只有縮短州的法定公時 你要看年總公時 還要再看其他休假日 這個是你們委託的計畫所講出來的東西 我現在就問你 縮短法定公時等於縮短實際公時嗎 不會畫上等號嗎 歷史的教訓是什麼 我先給部長看 歷史的教訓 是2000年到 2001年的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修法 你修法法定公時 縮短的比例13% 實際縮短的只有5.1% 這不是我捏造的 一樣是你們勞動部的委託研究 有調查出來 你現在一直跟大家講 說從去年到今年 雙週84變成單週 40個小時嗎 然後好像每個禮拜 是不是少了兩個小時 來看一看 這個是去年喔 2015年我們在雙週84小時之下 從1月到6月 平均每個禮拜的公時 是43.10 這個是今年喔 今年已經單週 實施40個小時喔 實際的公時是42.99 你在法定公時齁 你一直跟大家講 每個禮拜少兩個小時嘛 對勞工來講 看法定公時意義不大 我要看的是實際的公時啊 以實際的公時 去年到今年 雙週84到單週40 請問你實際的公時減少了多少 我幫你算出來了啦 6分鐘到18分鐘 這也不是我捏造的數字 這個是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 減少的比例0.2% 部長 我這裡也有數據齁 等一下給我個人參考一下齁 所以你的意思是什麼 你的意思是說 雖然不等於 現在主計總處的這個數字是錯的 雖然不等於 但是它有絕對的直接正向的影響 有啊 我也同意有正向的影響啊 89年到90年 而且不是那幾分鐘的影響啊 正向的影響就是6分鐘到18分鐘啊 我現在在跟你比的齁 是去年跟今年 去年是不是雙週84 對吧 我們這裡去年跟今年這個6個月 1月份到7月份 就有明顯的降低啊 90年從48小時變成 這個雙週84小時的時候 也有明顯的降低啊 這個是你們的調查報告 我要跟你講的只有一件事情啊 縮短法定公時 不等於縮短實際公時 雖然不等於啦 但是還是有 這個是你們的研究報告 有嗎 是我們的主計總處做出來的 部長 你們連這些評估都沒有完整的做 送到立法院的報告來 什麼都沒有 然後就想要跟大家講說 啊我們已經從雙週84變成單週40個小時 所以每個禮拜少了兩個小時 乘上52個週 所以就少104個小時 然後就換算有13天 包委員 剛才主計處 我們的統計長跟我講說 主計處那個資訊啊 其實是有包括 正營作業者 跟僱主的部分在裡面 所以這裡面其實還有 可以演證的地方 為什麼跟我們的數字差這麼多 沒有關係啊 我們接下來齁 在審法案的過程當中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啊 我跟你繞來繞去 繞了非常的久 但是我要講的是什麼 我要講的是說 當你們在推出這個政策的時候 不是你部長講一句說 我有信心 這是對勞工最好的政策 如果這是對勞工最好的政策的話 我就搞不清楚啊 為什麼說 為什麼說這麼多的勞工團體 大家都反對 我們這麼多的論述 當然不是偶一計畫就算數的啊 沒有關係啊 把你們的論述提出來啊 但是我今天也看到 勞動部所講的論述啦 砍七天假的部分 只有一段啊 我有說錯嗎 沒有嘛 你的論述在哪裡 拿給本院做參考嘛 你所有的論述就裝在你的腦袋裡 你所有的論述就在你自己 跟媒體的專訪裡 你的論述要經得起客觀的檢證 把你的論述 把你的評估報告交出來 我這樣子的要求應該很卑微吧 影響這幾百萬勞工的政策耶 只是要求勞動部提一個比較完整的 這樣子的法律變動 對於各種不同型態的勞工 所會造成的衝擊影響 要求勞動部提這樣的報告出來 有很過分嗎 包圍我們來提供一下 可以嗎喔 星期三公聽會以前 可不可以提供出來 因為星期三喔 還有很多的人 要來討論這件事情嘛 你要大家討論的話 勞動部的政策分析在哪裡拿出來 有一個客觀的基礎 在那個基礎上討論 是不是比較能夠就事論事 星期三以前可不可以交出來 我們把現有資料先送給委員參考 沒有 星期三以前你可不可以交出來嘛 因為你提出這麼重大的法案 你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完整的縮帖 我大概沒有辦法相信啦 把報告星期三以前提出來好不好 好 送給委員參考 好 不好意思 我們是讓